星期四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 星期三上午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按照惯例赦免了两只伙计 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宣布赦免Apple和Cider 让他们免于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佳肴 希望你们今后生活愉快 美国总统赦免伙计已经有63年的历史 开始于1947年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 总统借这个机会向全国民众问候 祝福他们感恩节快乐 在感恩节这个日子里 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表示感激 对那些没有我们幸运的人展示我们的慷慨 作为一个国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抱怨不放弃 我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向世界展示我们为什么热爱这个国家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节日花费一些时间 回馈社会为你们的社区做贡献 奥巴马总统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 赦免了这两只幸运的火鸡 我身边有两位我最信任的助手 玛利亚和萨莎 旅行作为总统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 Apple是苹果 Cider是果汁饮料 Apple cider是美国人过节的时候 餐桌上经常出现的苹果汁 赦免仪式的前一天晚上 他们就住在白宫附近的这个大饭店 星期三早上全国火鸡协会主席 尤伯特·安维亚陪同他们前往白宫 今天早晨有点冷 不过我们很兴奋 现在我们要带他们到白宫参加赦免仪式 Apple和Cider现在21个星期大 他们来自加州的一个农场 布里斯特是农场的管理人员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 Apple和Cider茁壮成长 来华盛顿之前 他们的体重达到45磅 其实他们和其他的火鸡吃的没有什么两样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和人的互动比较多 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白宫的大场面 为什么每年要选择两只火鸡呢 因为担心万一有一只出现状况 比如临时窃场 另外一只就要代替它履行职责 美国人每年要消费3亿多只火鸡 光是感恩节就要吃掉4500万只 Apple和Cider逃脱了被宰杀后 端上餐桌的命运 获得自由 他们得到赦免后 将被运往华盛顿故居佛农山庄 在那里度过他们的余生 美国新记者杨晨 唯唱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免